打败 近日威放对阵XQ的第一局的比赛 蓝色方威放 红色方XQ 是 先半新选的是威放 在BP上其实XQ最近会频繁地选出一些 比如说孤本舞藏会刘备这些点出来 祝贺一季不能拿 要选择要拿到手上 我建议拿木篮加选择 这样的话 打野荷嘛 对啊 对啊 那我 你桃桃哪吒什么的 都行啊 都可以啊 芈月不行吗 不需要祝贺量 芈月不行 芈月不行 不需要战士 我建议拿鬼骨子加米月或者是讨渣 讨渣可行 我觉得 因为它编度已经没什么可以制裁的 那么进入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蓝色方威放 蓝色方XQ 我是杰说 李九 我是屏子 是的 一气团如何应对 有百里全侧肯定是要先占个草虫 但是威放选择的是反方向占 就是你占上路我占下路 但是我真要硬打起来 其实威放也不太害怕 威放这个阵容一气团挺强的 复仇之战 但是这一手这个位置 直接拿蓝了 这属于就得让buff了 对 再buff开 这样蓝buff也守不住 是 阿几能拉近 再A两下 但是这波如果真的打起来 达摩绕后了 不要走 是要出事 直接顶到墙上 达摩再回身一拳 冲死 是 再是阿泰 阿泰想要撤 看能不能换掉 这一拳弃罪 对 把自己最后一个蓝给用了 我感觉不对 这样的话还要出事 因为7队这个位置 追着点的都把你A走的 哎呦 这是一个雷吧 哇 这个雷可是之前这个雷如果没炸死住个量的话 这一波XQ就是大亏 就打起来 他们又打起来 二级能抵了一波伤害 大招拉开距离 是 补一剑 谁都不愿意吃亏 对 血量相同 我看这波孙病这个雷确实是之前的 是 而这个塔其实不着急 因为到这个时候 其实XQ这个下路一塔 是有的手的时候守一下 没的手也就放掉 你就放了 来 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大招势力 谁打出来 扯过了 直接杀掉没有被动 这波是失误其实 对 这波兔子没有卖成功 在二技能勾完之后再甩回去 出事 接大招 把自己拉到安全位置 但是这波XQ其实是 他兔这边有点失误 说白了 那个位置只要松手是能震出来的 他想 因为对方是倒伪装 他想迅满 然后看到对方人来了之后 尽可能把所有人都震起来 其实他跟当时 当时看到人冲进来的一瞬间 直接松手就好 不要想人震到四五个 对 这个蓝马肤又被反 很伤 我知道续满之后的伤害是满的嘛 但是续满之后 他落下来 他震的那个小范围的伤害 没错 是技能源有伤害的两到三倍 但是他不像就是说 太一真人跟鬼骨子这种 不是跟这个 那个叫什么 鬼骨子 对 就是鬼骨子 就是说你被控制住了 他也能控人 他不行 对 就是说他刚才只要松手慢了 就再也炸不出来了 他刚才如果震起来 最有一根的话 直播团战真的不一定可以 这个失误 一波 连杀两次啊 连杀两次推塔 对 加蓝棒 再打一个红棒 很上 这个红也不敢拿了 是 非常上 这一个技能真的是 节奏就完全回去了 对 一步 天地之隔 可以看到现在 威放他们围绕的打法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手苏裂相当于张飞 就像苏裂有被动 就等于是张飞有大 在苏裂有被动的情况下呢 XQ这里面是不敢跟他们打的 但是威放就会反过来 去找着XQ打 然后XQ就抓住卡住的失误 将苏裂的被动打出 再反手为风 这我倒觉得他第一次丢被动 丢的也情有可言 下路那个位置那个被动是毕掉的 对 这个来了 没了没了没了 别这个不好 朱鲁这波我要开 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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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可以开 可以开 我可以开 这位置很好 站在这个位置上很好 扣到几时就炸了 但是这个位置 我不活 但是他如果死了的话 没有人敢去点灯啊 又死了 赶紧撑一把杜 勾不住 刘沃杜尔现在这个时间段 他的技能发挥的作用实在太小了 对 他经济没有很明显 这样的话接下来的一分半钟 XQ又会强压威放 因为苏联没有大 但是这种强压是对的 我们知道有句话叫做什么叫做 一将胜勇追穷扣 不可顾名学霸王 千万不要在顺风的时候 觉得我们接下来就是说 可以放松一点 慢慢打 怎么都能有优势 千万不要这样 就是要拼命的趁手 直接等于单秒这一波 抓住对方的短板 趁你病 要你命 对 这个蓝BUFF反正太伤了 中单祝福量基本上没拿到过什么蓝 大招震起来 这个大闪 往回推了一个 可以先杀掉鬼屋子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七杀进场 一波中剑反推 还用一技能抵消了一波七队的大招 抵掉了七队大招之后 完美拉开战场 对 这一下的话 一波可以说海啸一般的节奏到来了 现在的威放 太难打了 大家说我勾对面蓝BUFF 成功勾到了三次 这一下蓝BUFF居然失手了 没有勾到 凡事最怕出内队 对 对 对 威放是真的不利 现在还好 塔图有被动就能打 主要是戴余孙 这边是落入敌方的埋伏圈了 很难受 沉默出来了 对 而且现在塔图没有大 主要是戴余孙 中间一技能 拍了伊波多 还没死 先杀掉了天明 少了一个C位 伊波多不敢进场 双C全部等于阵亡了 是 七队零死换掉阿泰 但是没有办法 只有胜利哥塔图复活 再死一次 不能解决问题 一换四 我们看一下兵线情况 这是我们讲到威放为什么翻盘很难的一个点 可能基金差没有拉到一万或者一万以上 但是他们整体的节奏太疯了 一波团队打完之后塔图进场根本没有人理他 是 而且他本身没有大招 没有大招的话就更不会理 我们看到 其实XQ这边有两个沉默的 这也很可怕 两手沉默如果无缝衔接的话 你至少有三到四秒 你什么技能都放不出来 一中间 本来就是一波零换 对 真的是零换四 另外多少没死 但是杀这个 七罪 七罪啊 零死之前一个技能打到阿泰远 像一个平约收到的这个人 对 这样差距就拉开了 一波一换四再加上一条 五载 上路的二台基本等于掉了 是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波团战 埋伏的特别的完美 三个场头三个人 事业全部点亮 就等着你进来 没错 然后伊波团尔进场的一瞬间 还没打输出 直接被赶走 我们看到这波团战是这么分析的 两个沉默做得非常好 三二一 这边 王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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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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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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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开过 啥子可以 打不了打不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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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个没有办法走 大招进场 直接贴近 进身之后再把你拉出来 是 正面已经打崩了 没错 现在正面团战无论如何打不过 刚才那波团战我们刚才看到 他库他没把沉没给到进场的苏联 他甩到了苏联身后 沉没到了后面跟着的两个人 然后花木兰沉没了苏联 这一瞬间对面五个人 有三个人被沉没到 这个时候纳可露露进场 被哪吒直接撞飞 着急 塔都现在死了之后 看一下这一波上路的兵线 进场的几时想要抢秒库 但是没有秒掉 是 可能要 有可能会一波 一波 对 天明用命把这个龙给清掉 但是上路的和中路的龙 很快又可以赶到 一波斗复活的时间两秒钟 七对 还有三秒钟复活 那沙他有复活甲 虽然他残血 对 这一剑没有射到人 不想撤退 想一波 还要打 平线运进去要第一时间拆塔 看谁进去扛鬼屋子开大招 直接被险没 强控 这一波七杀一个反身一技能闪现 并没有打到 但是还是有机会秒掉一波斗 不行了 也强迫水晶 恭喜 XQ 没错 先下一局 是 最后这一波达摩进场什么都没干 先被孙病沉没 然后被悬侧勾中 然后再被击飞 然后被再一甩 可以说全场进场 一个技能都放不出来 被直接无缝衔接空到死 然后秒掉